欢迎来到繁星商学院的第24期 移民日本的案例分享餐饮业 因为过去社长跟大家讲了很多关于日本移民的节目 确实有很多的客户联络我 就是说我的这种情况可不可以 我是一个做餐饮的 我是一个律师 我是一个会计 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所以从今天开始 是想通过这种实际的案例 帮大家去对号入座一下 这样的话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在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讲解之前 还是邀请大家先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和私人的LINE 可以扫码加 然后在这个视频的下方也有其他的联络方式 如果你想通过社长的公司移民来日本的话 可以找到我 我们刚才讲过了 今天想讲的是这个关于餐饮业的分享 有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了 社长的公司做了一个甘蓝牛肉面这个项目 对吧 今天把这个项目的经济管理签证的主人公 拿出来给大家去进行一下分享 实际上甘蓝牛肉面这个项目 有两位拿到了经营管理签证 这位大师傅和小师傅 我们分别看一下他们的背景资料 大师傅已经60岁了 然后学历是小学 小学毕业 所以你都可以对号入座 你看你去上一下去衡量 日语能力是没有的 然后在中国做蓝牛肉面做了20多年 相当不错 有一段时间 这个著名的篮球游动员姚明 也是经常光顾他的店铺 小师傅跟着大师傅干 25岁初中毕业 也不会日语 但是做过有七八年的拉面的实战 也在中国的某一次 关于拉面技能的大赛当中 拿到过大奖 是这样的两位 讲实话 条件真的不打地 在餐饮业的行业里边 条件也是非常一般 甚至是在比较差的位置上的 以这样的一个案例给大家分享 大家就可以去想象一下 自己如果说是餐饮业的话 你怎么样来日本 那么他们移民日本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师傅首先在北京当时开的这个店铺 开了二十多年 但是呢 因为店铺要被回收 导致他这个店必须得关门 那大家知道 在日本 你租一个店铺 你是一般契约的话 只要你不走 没有人能赶得走你 或者说想赶走你 比你的补偿基本上都是天价 那么在中国的话 基本上想赶走你就能赶走你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在中国真的是很难做百年老店的 那么大师傅觉得 在中国实现不了这个百年老店的这个梦想的话 是不是可以到日本 这个百年老店最多的国家去尝试一下 抱着这样一个目的 想移民来日本做这个事情 小师傅呢 其实一直跟着这个大师傅一起工作 他其实年龄还比较小嘛 所以说就想出来见见世面 看看自己有没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跟着一起出来 这样的目的 那么经过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分析 就想他们怎么样才能到日本来做自己的事情呢 只有经济管理签证比较适合他们 为什么呢 你看留学签证60岁肯定不可能 25岁的也不行 因为他在初中毕业 现在你要说上语言学校的话 怎么的也得有高中毕业证 配偶者签证这个都不用提了 对吧 然后就职 小学初中毕业是不可能拿到就职签证的 一般都是大专以上的学历 或者说在某一个岗位上工作 10年以上真的是有相关的技能 特别是指那种IT行业之类才有可能 劳务签证 不是说不行 但是呢 餐饮业的劳务签证 他还要首先去考一个特定技能的餐饮业的资格 然后再考一个日语的四级左右的水平 这个对他们俩来说 没有来日本之前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家族志在这个也都不行 所以说最终确定 还是通过经营管理签证的方式 去给他们去推进 想办这个经营管理签证 需要哪些最基本的条件呢 注册资金 500万日元 固定的办公场所 可行的实业计划书 这都是最基本的对吧 关于这个怎么样办经营管理签证啊 如何办经营管理签证 社长在繁星商学院的第二期 有做过一期节目 大家去看一下 一定会对你有帮助 OK 那我们分析一下 大师傅和小师傅 减分项是哪些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大师傅小师傅 实际上条件是比较差的 比绝大多数的客户 绝大多数的看节目的 餐饮业的朋友的条件都要差 我们看一下 他有哪些这个减分点线啊 学历太低了 小学毕业初中毕业 这个真的是学历太低了 不会日语 完全不加分 然后资金 他想办经营管理签证 资金其实也没有多少 这些怎么办呢 这些都是减分项 加分项也有 经营管理这一家面馆 20年以上的时间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 这样一个加分项 然后小师傅呢 他有加分项 他有超过八年的拉面 师傅的经验 拉面职人的经验 那么结合他们的加分点 和他们的减分点 我们去推进这个案子 怎么来推进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 综合的减分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是两个人 在一家公司里 申请两个经营管理签证 其实我们做这一行以来 两个人同时申请 经营管理签证成功的 只有这一个案例 正常的客户来找我们 来办经营管理签证的时候 我们都告诉他 你要分开办 你想两个人一起办 你一定要分开办 因为审查一个人 就挺麻烦的 对吧 你还让他两个人一起审查 如果一个人不行 另外一个人可能还会受影响 所以就推荐大家 分别注册公司自己去干 我们是想挑战一下 到底一家公司申请两个人 到底能不能行 所以就这样去推进 那么由于他们的资金不多 我们最后是怎么 给他去解决了呢 我们繁星集团出资 他们作为经营者的代表 来去申请这些经营管理签证 所以说这个500 刚才讲的500万日元的注册资金 未必是自己拿 明白吧 当然你自己拿的话 是一个加分项 但是这个钱未必是你自己拿 这些知识点告诉大家 那我们再通过 他这个整个申请过程 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2014年 这个大师傅 他可能看菲尼莫署的节目 看过我的那个节目 给你提供的这个职位呢 是管理培训生 一直在关注我在微博上面 我是当时是一个创业者 做这个跨界商 那么关注了两年以后 应该是 也知道我在日本成立了 古听军这家公司 开始做日本移民房产这些事情 那他的店铺呢 在2017年的时候 被关闭了 那么小师傅同时 他也有一条时间线 他是在被关闭的时候 也同时 就是失去工作了 然后又到其他地方 找了其他的工作 从2018年 过了大概11年左右的时间 大师傅他是 好像是通过这个微博 先联系到的我 他当时说 我想去日本 给你们公司的员工食堂 做饭就行了 我说我们公司很小 没有员工食堂 不需要做饭的 然后就来想 他这个技能啊 他这个过去的经验 该怎么样 帮他去发挥一下 就给他建议 我说你办这个经营管理签证 就可以 然后小师傅呢 也是一起 因为他们一直都是一个组合嘛 他就介绍这个小师傅 给我加微信 然后跟他聊了一下 觉得还不错 然后我当时想了一下 如果说你想到日本 来开牛肉面的话 你如果用中国的打法 是不现实的 后来我们在开店过程当中 我也做了很多的节目 也讲过了 其实确实也遇到了 很多的这种冲突啊 或者说一种理念不一致啊 所以我最开始就要求他们 我说你先到中国的 所有那些连锁型的 大一点的 稍微像样一点的牛肉面 去考察一下 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包含他们的碗啊 盘子啊 托盘啊 都是怎么设计的 logo怎么设计的 然后这个前台和后厨 分别有多少个人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细节 让他去考察 大概考察了有 得有个三四个月的时间吧 几乎吃遍了 兰州的所有的 这个稍微像那样的 拉米馆都吃过 我个人本人就都吃过 他们肯定就更不用说了 考察好了以后呢 就开始去准备说 咱们怎么样去办这个签证啊 梳理这个流程 就跟行政书是去开会 去订这个资料 订这个商业计划书的方向 那我们这个时候 是怎么做的呢 因为有几个 刚才讲过那个难点 第一两个人同时办 对吧 可能风险就挺大 再是他们还没有钱 出资还需要我们去出 还有就是说 餐饮业 餐饮业 你说你要写一个商业计划书 我说我过来做餐饮 那入管局可能就会说 你店铺租好了没有 这实际上是一个硬成本 如果说你签证没有办下来 你还把店铺给租了 对吧 那这个损失就比较大一些 我们还挑战了一个新的东西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 给客户办四个月的签证 对吧 一般的经营管理签证 都是直接办那种 正式的经营管理签证 这次呢 我们又挑战了一下 去做一个四个月的 临时的经营管理签证 这个经营管理签证呢 它不需要去先注册公司 也不需要去先租店铺 它是一个你先到日本来考察 然后你去准备开这家店 准备注册公司的 这样一种签证 就是觉得这样的一个 可行性会更高一些 这样去推进了 比较顺利 四个月的签证 两个人都下来了 下来了签证以后呢 然后就在19年的夏天 两个人首次登陆日本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到东京去接他们 当时飞的是东京 为什么飞东京呢 我们想直接去 马子路那个牛肉面 去考察一下 看看在日本 已经开的牛肉面 到底是什么样子 因为马子路当时在日本 算是小有名气了吧 从那个东京下车 直奔马子路牛肉面 吃完牛肉面 直奔大阪 这样的一个行程 到了大阪以后 就开始找店铺 研究怎么样开这家店 实际上找店铺 找的非常艰难 他们在没来之前 在七月份没来之前 我们就已经开始找店铺 大概找了三四个月了 因为当时在疫情以前 日本的旅游经济一片繁荣 餐饮业一片繁荣 根本不出来店铺 稍微出来一点 好地角的店铺 我们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我们是餐饮业的新手 没有做过餐饮 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很强势的 所以后来呢 我们在现在的 我们的日本桥本店这个地方 定下来了一个店铺 实际上租金是非常贵的 疫情之前租的 地角也一般般 因为它门前是个单行道 离那个道顿窟那边有点距离 所以当时这样一个背景 就硬上了 考察完了之后 找到了这个店铺 但得换签 因为它四个月的签证 已经到期了 他们必须要先回国一趟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 这个事情能推进 因为在考察的过程当中 准备了很多的照片 这都是将来申请签证的时候 有利的这种 这样说明 你看我们很努力的 在准备开这个店 这样的一个过程经过了 然后他们满了以后呢 先回国 我们再次把材料给入管局 注册了公司 再次申请这种 正规的一年的经营管理签证 大师傅呢 还是非常顺利的 因为他年龄60岁 虽然说稍微有点大 但也还可以 还没到日本的退休年龄 有20多年以上的 经营管理经验 所以说这个是 非常大的加分项 但是小师傅呢 就遇到了 追加材料的这样的问题 因为他毕竟年龄又小 又没有经营管理经验 又说白了 就是没有什么加分项 对于小师傅这边 几乎没有什么加分项 你说你会做这个 拉面的这个技能 日本人他不懂 你知道吧 他觉得你开个拉面馆 那还需要什么 特殊的技能吗 所以后来我们 又专门的去解释 为什么需要这个小师傅 就告诉他们 他们一定是一个组合 如果说这个组合拆散的话 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推进 解释了一通 然后发了好多 做这个拉面的照片啊 什么之类的 告诉他 你看我们是要做一个 跟日本的拉面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是一个betsmono 所以说请你一定要 给我们这个小师傅 下这个再留资格 把这个补充材料 递交上去以后 终于拿到了这个再留许可 然后大师傅呢 在疫情之前 他就拿到了这个再留许可 对吧 所以他在一月份就登陆日本了 没有问题 当时还没有封国 一切都没有问题 但是小师傅 就是因为补充材料 晚了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他是在封国以后 才拿到了这个再留资格 所以说他就一直等等 然后呢 这个我们实际上 十月份拿到店铺 在一二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店铺就已经装修好了 但是呢 疫情来了 我们都觉得 等个两三个月 无所谓 再开吧 就这么等等等 结果等到了七月份 疫情完全没有解决的这个样子 到现在没有解决 这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天哪 对吧 所以我们在2020年七月份 就决定把店铺先开了 小师傅也没来 然后大师傅呢 就做机器面 自己手工压面 来先开这个店铺 我们刚开店的时候 还被同行嘲笑 他们家都是机器压的 对吧 现在我们公司拥有 全日本最多的拉面食物 对 然后呢 这个小师傅拿到这再留资格 就一直在等 对吧 一直等一直等 等到十一月份又开放的时候 他终于在十一月份登陆了日本 我们这个店铺已经开了 有四五个月了 他真正开始上班 隔离以后 实际上都已经到了十二月份了 开始上班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整个的 办理这个签证 到赴日本的这个过程 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从最开始的时候 条件就很差 就真的是比一般干餐饮的人 条件都要差 然后在办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 首先是租房子不好租 耗了有半年多的时间 对吧 然后呢 又遇到了这个新冠疫情 然后把我们那个小师傅和大师傅 相隔两边 隔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呢 这个这么艰难的过程 我们还是把它给做成了 所以说 如果说你是餐饮业的朋友 你来对号入座一下 我相信 大师傅和小师傅 能把这个经营管理签证办下来 你就一定能办下来 关键看 你有没有这个决心 对吧 我们刚才讲 一直讲这些过程 其实告诉大家 就是你的心理门槛 是最大的一道坛 绝大多数的客户 都卡在这个地方 并不是卡在实际的推进上面 就是心里 还有各种各样的沉默成本 这个机会成本 总在想 我来了会怎么样 不来会怎么样 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 纠结就来 纠结来纠结去 纠结来纠结去 最后还是没有往前挪一步 对吧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案例 告诉大家 其实 虽然很艰难 我们举的是一个最难的例子 都能办成 那对于你来说 是不是操作门槛就低很多呢 剩下的只是你的这样一个决策了 对吧 所以只要你肯干 因为餐饮业相对来讲 还是投资比较小的行业 你不需要去买民宿 买那么一两亿的民宿 然后经营民宿 给自己发工资 那个大投资 对吧 餐饮业 我们还有一个客户 他一共也就是花了几十万人币的 这样的一个钱 这几十万人币 里面还包含那个租房子的押金 就把他的店铺给开启了 现在也做得非常的平稳 现在已经来日本将近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 比较极端的餐饮业的案例 希望对大家有用 最后还是要请大家加我的 私人微信和私人LINE 如果说你想通过社长的公司 办理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的话 可以直接联系社长 然后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还有其他联络方式 你也可以找到我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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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